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张小斐暴露了贾玲的失落 周深太可爱了 跨年晚会养子惊艳亮相 张小斐接受采访的一番话,还是暴露了贾玲的失落 12月31日,张小斐获得影后第一次接受采访 当被问到贾玲没得奖会不会失落时 张小斐的回答虽然委婉但却很诚实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张小斐一直在强调这个回答是自己的猜测 看来贾玲并未来得及和张小斐分享自己的真实心情 张小斐说,也许谁都会有失落 从他的观察来看贾玲也是有的 但是贾玲从失落中走出来的速度也是惊人的 因为没过一会儿,贾玲又和旁边的人聊开了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更何况之前贾玲都已经提名了 任谁都会对得奖是有所期盼的 这种有点失落的心情很真实也很正常 换做任何一个人,未必能比贾玲表现得更好 而且贾玲能够用自己的电影成就出一名影后 谁能说这不是贾玲的高光时刻 周深,这谁能想到 12月31日,周深一段彩排视频曝光 他在台上出球后嘴里反复念道 太尴尬了 让人意外的是,台下突然传出一个声音 试图安慰周深,没想到周深却完全不领情 台下想安慰周深的是导演 他接着周深的面道说 不尴尬,不尴尬,没想到周深又调皮开队 你不在这你当然不尴尬了 周深这么对导演 台上的演员却没有一个人觉得惊奇 看来周深和导演的相爱相杀,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其实在排练现场,周深既敬业又很尊重人 歌词的播放没跟上,周深不好意思的说 老师,那个台词太慢了,排练结束 周深几乎前后左右各居了义工 以此感谢现场工作人员的努力和付出 可以期待一下今晚周深的精彩舞台了 112月31日晚,杨紫逸席红色公主群出现在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上 很美,红色的公主群衬得她的皮肤雪白光亮,很仙女 用肤白貌美形容一点不为过 杨紫逸开口唱歌声音更惊艳 她演唱温帝公主的侍卫,声音很好听 知道杨紫这些年很努力,演技进步很快 但没想到她的歌声也如此惊艳 杨紫太优秀了 其实杨紫有今天的成绩很不容易 她是靠自己的奋斗才为自己的事业杀出一条光明之路 她是一个很励志的女孩 她曾经在郭德纲的今夜游戏中讲过自己多年前的坎坷屈辱经历 当时让我去演一个女一号,二十集电视剧 当时我进组试完衣服,合同都签好了 当天晚上要睡觉了,突然副导演进来了 跟我妈说我们投资方的女儿特别想演女孩子这个角色 当晚,杨紫和妈妈就被赶出酒店 她和妈妈俩人只好打车回家,母女俩一边走一边哭 那时的杨紫不红,只是个转型期的童星 多年来,杨紫靠着自己的努力不断打磨演技 向观众呈现出一个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影视形象 欢乐送的傻白甜秋莹莹香蜜沉沉浸浸如霜 到亲爱的,亲爱的,她圈粉无数,演技备受好评 生活上杨紫也很自律 易胖体质的她严格控制着饮食 硬是把自己弄成身材苗条的人 在一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跨年晚会上 杨紫穿起竖腰的公主裙 身材也很美很修身很惊艳 大家有被杨紫惊艳到吗?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